在对宇宙命运的探索中 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理论 宇宙可能以大冻结结束 这一假设认为 宇宙中的暗能量 一种神秘且尚未完全理解的力量 将在未来推动宇宙逐渐冷却 并停止一切活动 自20世纪90年代 发现暗能量以来 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解开它的奥秘 如今 关于其潜在影响的研究 又为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增添了新的维度 暗能量的存在首次被发现时 科学界对此感到震惊 通过观察遥远超星星的亮度 科学家们发现 宇宙的膨胀速度正在加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发现被确认为一种新的力量 它不但推动宇宙的扩展 还在其膨胀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如今 暗能量占据了宇宙能量密度的大约70% 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表明在宇宙的整体结构中 暗能量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根据大冻结的理论 宇宙将不断膨胀 最终达到一个有限的大小 但与此同时 温度将降至极低的水平 导致所有活动几乎完全停止 科学家们将这种现象 称为漫长的冻结 与其他宇宙命运模型 如大冻结和大坍缩 形成鲜明对比 在漫长的冻结中 尽管宇宙的扩张会减缓 但缺乏新的能量源 将导致恒星的熄灭 和亚原子粒子的相互飘移 形成一个冷静而静止的宇宙 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 全西暗能量模型 根据这一模型 重力及空间本身 都被视为一种幻觉 我们的宇宙实际上 可能只是一个二维的表面 而那些在表面上 看似存在的奇异量子粒 则产生了重力的外观 以及三维空间的结构 这样的理解 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宇宙观 提示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 更为复杂的现实之中 在探索全西暗能量的过程中 研究人员发现了 其对宇宙演化的深远影响 随着宇宙的膨胀 常规物质和暗物质的密度 逐渐降低 而暗能量的显现愈发明显 通过对全西暗能量的演化 进行分析 科学家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 其在宇宙演变中的作用 研究表明 虽然全西暗能量 会持续推动宇宙膨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影响会逐渐减弱 最终导致宇宙达到一个 几乎静止的状态 这种静止状态 意味着宇宙的膨胀速率 将稳步下降 直到几乎不再扩张 在此过程中 暗能量的密度也会随之减少 最终导致物质的密度也下降 整个宇宙逐渐陷入停滞 漫长的冻结 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尽管宇宙的膨胀最终会停止 宇宙内部的所有物质 将不会再有新的能量来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所有的恒星最终都会熄灭 恒星的生命过程将告一段落 宇宙中的每一个星系 都会陷入黑暗 成为一个没有生机的空壳 在这个时期 所有的亚原子粒子将彼此飘移 几乎没有任何交互发生 整个宇宙将变得冷静而孤独 科学家们开始思考 如何应对这一潜在的悲惨命运 尽管目前的研究 尚未找到让宇宙拥有一个 快乐结局的解决方案 宇宙学家们的任务 不仅仅是探索暗能量的性质 更重要的是 理解这一力量 如何塑造了宇宙的命运 随着研究的深入 科学家们期待能找到 更多关于这一现象的证据 进一步揭示宇宙的奥秘 在研究的过程中 科学家们发现 暗能量的行为并非一成不变 通过对不同时间段 和不同地点的观察 他们逐渐建立了一个 更为全面的模型 以解释暗能量的性质及其变化 这种动态视角 让研究人员 能够更好地预测宇宙的未来 并为潜在的观察提供了基础 全息暗能量模型的提出 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 通向宇宙未来的窗口 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 暗能量的加速作用 还揭示了它可能对宇宙的 长期命运造成的影响 科学家们借助这一模型 能够更好地理解 暗能量的起源 演变及其与物质之间的关系 从而为研究宇宙的命运 提供新的视角 在探索宇宙命运的旅程中 科学家们不仅面临着 理论上的挑战 还需要克服技术上的障碍 许多关于暗能量的假设 需要通过高精度的观测数据来验证 而这需要先进的望远镜和实验设施 随着新一代宇宙观测设备的推出 科学家们有望在不久的将来 获得更为清晰的宇宙图像 帮助他们进一步解开暗能量的谜团 尽管大动结这一理论 描绘了一个悲惨的宇宙结局 但它同时也推动了科学界 对宇宙深层次问题的探讨 宇宙学家们在面对这些挑战时 逐渐认识到探索未知的乐趣与重要性 每一次观察与实验 都是对宇宙奥秘的深入挖掘 而每一个发现 都可能改变我们对宇宙的理解